在旅行之前 我曾是一名乐队主唱 虽然不知名 但是没办法 就是爱唱歌 过去的三年里 我走过了15个国家 97座城市 每天行走在不同的街道 在那个灯糕点 要穿过这个波兰登堡 这个方向过去就是被营养了 我曾在15000英尺的 新西兰高空中 一跃而下 在直近500米的 泰国丛林间 穿梭飞跃 在40米深的冲绳海底 任行畅游 在这个地球上 我留下了432个足迹 旅行重距离 433730公里 长时间做海水的冲刷 这个房间 就是小朋友 睡觉的房间 为了生存 也要经常在网络上接工作 除了养活自己 顺便来装一点旅途的盘场 1 2 3 Go Go OK 人生就是这样 有绚丽的一面 难免也有孤独的一面 一个人过生日 给自己煮一碗长寿面 买个小蛋糕 许愿吧 她说今天是她的生日 却没人祝她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Kingsley Happy Birthday 我常说我的青春 还来不及消化和怀念 就已经被这个世界 狼端胡咽了 但我依然在那个 不美的青春期里 做了最美的自己 然后蛋壳呢 是黑色的 你说老一辈的人恨人 永远都不要后悔 自己当初的选择 加油吧 少年 2022年 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吧 我叫Kingsley 一名不务正业的 音乐人